接二连三来袭的台风玉里镇三立溪上游冲刷而下的土石淤积到下游 去年县政府才刚清淤的三明桥现在淤积土石高度距离桥面不到100公分 面对中台小犬强风大雨来袭住户很忧心 土石大水会溢过桥面造成灾害各个市提心吊胆 三立溪河床土石淤积严重 淤墨三明桥桥顿不说沉寂的土石高度禁逼桥台 随着小犬台风来势汹汹附近住户看了也害怕 住户业经营部表示去年县政府工部门也曾进行三立溪河床清淤工作 不过今年台风G2连山登陆侵袭 上游大量土石冲刷而下游再度将河床填满 接户民众陈情反映的县议员林玉芬也即可到场了解 看见桥面与下方预计土石距离不到100公分 面对小犬台风步步逼近县议员林玉芬也相当忧心 恐怕又会造成更大的灾害 即将要有台风来这水流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我也担心说这附近的住户可能会有水塞的这个情形发生 可能还要彻底了 所以我想我今天会把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县政府 跟我们玉里甄公所来反映 是不是能够尽快先领出一条那个水路 那我们的水能够能够这样子正常的这个来 那个大水来的时候能够顺畅的排路我们去不染息 要不然这样子可能没有多久 它整个可能会被封闭起来 封闭起来水就会满 那如果大雨可能就积水 积水了就可能会影响我们临近的这个住户 这个还有所有的农户的这个农场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又情况危急 现看后 先议员林玉芬也即刻通报县政府相关单位 并且联系玉里町公所能先行处理预防 避免造成更大的灾害发生 记者是玉兰玉里町采访报道